教委會長 外人之座 莊處長以及各位先進 各位老師們大家好 那今天我針對這個 華文網路種子獅子的一個培訓計畫 來跟各位做一些報道以及分享 在這次整個培訓的過程當中的一些想法 跟一些經驗 那其實整個華文網路種子獅子培訓計畫 其實它是一個年度性長期在辦理 那也就是教委會再投入 這個華文網路種子獅子這一塊呢 其實真的是不遺餘力喔 其實它知道我們曾經的模式 就是從95年開始 可是它在之前就開始做了 那我也趁這個機會大概做了一些整理喔 實際上呢從95年到98年這個部分 它其實每一年都有定期在開 相關的一個實體基礎班 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夠培訓各個 僑地的一個華語獅子老師們呢 有資訊基礎的能力跟網路資源的應用 還有包括世衛教學的一些設計跟概論 那98年度呢 它新增辦了一個實體的進階班 以及呢線上基礎班 那今天其實最主要是要針對整個 線上基礎班的這個模式 因為這是這一次 第一次嘗試的一個 教學的學習的應用模式喔 那各位也知道 整個數位學習網路學習 其實它是一個趨勢了 那往往呢 大家其實周超勞頓的 從這個各個僑區地 很辛苦的飛回台灣 然後兩個禮拜的一個密集的課程 從早上 大家從7點就開始集合到 一直上課到晚上 那在座很多老師都經歷過這樣子的日子喔 那每天回到 回到飯店還不能睡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做多夜 然後經常都是搞到兩三點 然後聽說每次都要天亮才準備要睡 睡了之後呢 又要開始集合 坐交通車 又來教室 又開始密集的這樣子轟炸大家喔 所以實際上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的一個學習模式 那整個從實體到線上呢 實際上我們也發現 整個社會學習趨勢已經推動這麼久 為什麼老師們不透過在自己的條頁地 直接透過網路的模式來做學習呢 所以在這個地方 出場那邊就希望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試的來真正辦理一個 真正的一個線上的學習模式 所以整個從實體走到線上 我在這裡呢 也整理了一下整個 網路中實際培訓班的一個演進的過程 實際上我們可以發現喔 從這個整個課程的模組跟模式來看 95年度 大概在9月之前 包括這時候整個資訊科技電腦當萌芽 所以這時候呢 就已經開始投入到電腦基礎 或影像工具 或那個時候的流行的一個 所謂的網站 建設的模式來做培訓 但是當時呢 不管是在網路平方 還有大家在一個 所謂的資訊科技的門檻上面 我們那時候的著動模式呢 還是比較偏向於所謂的Face to Face 也就是面授的一個學習課程的模式 類似的搭配我們也是開始同步來搭配 所謂的混層 那當時的混層也是一個初探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搭配一個 所謂的非同步的一個討論的概念模式 但主力還是放在同步的教學 但是非同步的部分跟線上部分 先讓老師們在上課之前先做一些體驗 跟做一些我們講的Pre-Study 那這時候呢 你可以發現 在當時的一個科技運用 95年到97年度中間 其實那個時候 大家還是比較停留在傳統的一個 教學模組平台 LMS的模式裡面 然後呢 以非同步為主 那漸漸的呢 其實96、97年開始 整個世界趨勢也開始 整個數學系也開始起了一些變化 這時候包括整個也提到了 Information跟Instructional的一個 所謂的教學設計概念 然後也提到 除了非同步 還有同步的模式 也漸漸的 慢慢的開始呼名起來了 那那時候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Rapid E-Earning的想法 就是說怎麼樣能夠快速製作 而不是Always 永遠要花費很高的成本 去製作一個教材的方式 才能夠完成 那其實很多僑居力的資源 是非常有限的 你所有的東西 都要花大筆的錢 然後才能做出一套教材 等到要用的時候呢 又已經歷史兩年三年還不及其 所以實際上 其實整個 整個趨勢的演進 整個科技環境 大環境下的演進 漸漸的 Wave 2.0的概念也起來了 有更多更好的 這個所謂的 免費資源的工具 開放性的工具 也漸漸的融入了 那那時候當然部落格 Moodle這些 慢慢的也形成了一股風潮跟趨勢 所以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整個在上面 四個模組裡面的課程 到97年度 漸漸的把Moodle 學習設定的經營 影音工具跟視播工具 配合搭配Rapid e-learning 我們講的快速 這個數位學習的製作概念 漸漸融入在我們的課程體系裡面 但是整個學域裡面呢 也開始漸漸的從 傳統的這種所謂的 單向的一個面獸 也漸漸融入到 要有搜尋的能力 要有 collaboration 協同學習也好 協同教訓的能力也好 包括呢 你還懂得去進入一個 information 的一個 architecture 所以整個 blending的 learning 它可以開始擴展到一個程度 那所以實際上到了 97 98年 尤其到98年 整個針對 social networking 整個針對這個 所謂的 new media 我們講的這種新媒體的趨勢 也漸漸的形成了 所以到了這個 98年的課程體呢 部落格2.0年的工具 freeware的工具應用 其實是更過真的 而且這些種子 實際的老師們 其實很多已經在這個地方 已經開始獨木多年 也開始提出了更多的 一個華語教學相關的經驗 所以整個資訊能力的提升 跟產出裡面 實際上這4年來的一個 培訓人士呢 已達537人 那整個數位課程 也從當時7科的一個 線上學習概念 竟然到了這個98年 有21科的教材內容在線上 那麼整個線上討論呢 平均在95年 我們出事的時候 一般大概約842篇 漸漸逐年呢 到97年 一個班級 一個班級平均大約25到30 最多不超過30 大概是30上下左右 那麼一個班級值呢 他們歷經了一個 將近5到6週的一個 活程裡面呢 它其實一個班級的 一個討論篇數可以達到 1068篇 到今年98年度 一個班級 已經有2000篇的一個 討論的一個篇數的內容 那實際上 截至目前4個班級來講 其實98年度已經有8千篇 變成一個大家在教學體系方面 跟師資扣動方面 跟同學跟同學之間的一個 學習方面呢 其實他們的討論 非常地大 那最主要的一個產出作品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95年我們也只要求到 能夠做出一個 PowerPoint資訊融入教學的教案 大概也有181份的作品 可是呢 到96年初步做 部落格的規劃 跟部落格的建制 有25篇 Moodle的課程 有67 但是到97年度 整個部落格 擴增到122個 也就是所有來參加的這個 這個教師們呢 他們已經都有能力 製作自己的教學 網路部落格了 到了98年度呢 他們甚至有的老師 已經可以開始寫 推廣的企劃書 已經可以做教學視角觀摩 而且呢 他整個部落格跟Moodle Moodle的這個 我們講的 線上的課程呢 已經可以開設到73門課了 所以其實這些老師們 其實他是更專業的 在這塊領域上面呢 去做一些分享跟著墨 那98年度 針對純線上的基督班培訓 也就是ZB老師們 他並沒有回來 12週 完全在網路上做進行 總共參與人數有58名 那來自於泰國、越南、 美國、加拿大、歐洲、西班牙、英國、德國 法國、巴西、阿田地等等都有 那簡單我們區隔 就跨越一個所謂的美洲時區 跟一個歐洲時區 然後再來就是亞洲的時區 所以這次呢 我們的12週的線上呢 完全採用的是一個 混成學習的轉輪的模式 也就是說 你可以透過一個學習環境上的混成 你可以透過一個學習策略上的混成 你可以透過科技應用上的混成 以及我們在媒體、媒材、教材上面的 一個混成模式 所以 好的 希望能賺到美洲時區